市長 死亡50米 受傷211米 死亡裡面已經確認了有49名 剩下最後一位 現在也在努力中 住院的有34人 其中三人在加護病房 今天早上7點32是把第五的車廂 把他脫離了 那總共就是五個車廂已經脫離 最後剩下三個 那三個我們是一定明天 把他完成 我們這一次的賠償金 是250萬 特別寄住金是280萬 那慰問金是10萬 所以總共罹難者可以到540萬 那經過我們的討論 我們會先花其中的250萬 那這些從4月8號開始的花 就讓我們的罹難者家屬可以 應用來處理一些後事 那本部負責是在這個相關的捐款 帳戶的部分 那這筆的捐款 那當然有多的一個相關的一個用途 那不過呢 我們大概會成立一個委員會 一個管理的委員會 就他使用的一個目的標的 跟他的一個方向 大家來請相關的利害關心人 跟社會的公正人士 一起來討論 來擬定這樣的方向 那當然是一定是專款專用 那也會公開透明 那把使用的方向跟使用的金額 按照一定的步驟 跟社會大眾來公布 那更要強調的一點 就是說 這裡面絕對不會來替政府來付錢 政府本來該付的 或是任何的一個人貨的部分 該要賠償的部分 那當然都有既有的一個法定的方式去處理 那成立這樣的一個專戶 另外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往往在這樣重大傷害行程的時候 如果沒有一個政府一個公正公平這樣公開的一個管道化 那常常會有一些違法的券目 那在上面利用一些愛心來做一些不當的得力 所以政府也是出面來 把這事情讓他能夠有秩序的 把社會的愛心能夠來落實 有關本案相關的這個法律責任的部分 那分以下三點來說明 第一個有關民事責任的部分 那本案工程的這個包商是東新營造 分包商是義祥工業社 工地主任是李義祥 那工程車駕駛也是李義祥 那因此根據民法的規定及契約的規定 未來台鐵將向這一個上訴三方面去請求損害賠償 另外在行政責任的部分呢 這個李義祥他同時也是這一個 議程營造公司的負責任 那又同時兼任本案 這個東新營造這個工程案的這個工地主任 那這個是違反這個營造業法第28條 營造業負責任不得兼任其他營造業的工地主任 那至於第三點在刑事責任的部分 當然是這一個李義祥先生涉及的這一個過失致死的部分 目前是由花蓮地獻所在偵辦當中 有關這個東新營造這件事情 我跟各位媒體先進報告 台鐵局所有的標案都是公開透明 都是公開招標 而且東新營造據我所了解 他在台鐵的標案這是意見 也沒有這一個沒有所謂的包庇的問題 這個請各位放心 好 以上 剛剛有談到就是說 縱然沒有為理 但是他有沒有這個過失 那初步我們現在是 這個在我們的法律面看起來是有 比如說那個地方他在 他有兩個地方在這裡停車 一個是在民稅道的上面是平的 另外一個是施工變到下來 這個地方也有停車 但是他停在這個有破度的地方 所以剛才已經提到就是說 這個部分我們會 這個主張他有過失來處理